她是足迹遍布大半个地球的文学奇才 也是休学在家长达七年的自闭少女 她是让无数人痴迷的文化偶像 也是三次试图自杀的抑郁症患者 最后她在医院的卫生间里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人间 她只存在了48年 但她的故事比她的生命活得更长 她踏遍了世界的千山万水 但她的灵魂比她的身体走得更远 她是三毛 二十世纪 中国最传奇的女作家之一 1943年3月16号 三毛在重庆殊生 父母为了躲避山火来到这里 彼时日军飞机的轰炸一日不停 沾火之下 违约太平 父亲给这个老二取名 平 平二 陈茂平 这是三毛的第一个名字 帽子太难线 怎么也学不会的三毛自作主张 省略中间 支写陈平 三毛下进英时 祖父是白首喜家的富商 父亲陈四庆和兄弟一起经营这一家律师事务所 母亲妙信兰也是大家闺秀 小时候三毛一大家住一栋三层洋房 叫上佣人和杂役有二十几人 战略年代 陈家的迁徙完全暗和大时代的轨迹 他们起先搬到重庆避难 抗战胜利后搬回南京 1948年 他们又去了海对岸的一座城市 台北 在这里 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 与悠闲自在的童年不同 对三毛而言 少女时代是一段极其艰难 苦涩的行程 这段时期 她性格中高度自卑 极度敏感的一面 开始慢慢长露出来 她时常陷入 没来由的自我否定 自我贬低 在家里 其实父母对她都很好 但三毛一直隐隐觉得 自己是家中老二 是不被关注的夹心饼干 罪忍 累赘 包袱 她给自己打上了种种负面的标签 而在学校 她不合群 又有一些古怪的性格 又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 她喜欢一个人跑到坟地里看书 爱剪破烂 还有一个识化梦 在一篇名为 《我的理想》的作文里 三毛写自己 要做一个剪破烂的人 这种职业 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同时又可以搭接小巷的游走玩耍 一面工作 一面游戏 自由快乐地如同天上的飞鸟 对一个孩子来说 这段话 三毛其实写得非常童真 而且能看出 她文字上的天赋 但老师却故意嘲讽她 让她在全班面前朗读 以来哄唐大笑 并冷言冷语丢下一句 要剪破烂 现在就可以滚 根本不需要在学堂里读书 这件事 对极度敏感的三毛而言 无意与一次受刑 一场噩梦 而之后 彻底拔了击碎的 是末之事件 三毛不擅长数学 初二以后 从来没考过50分以上 老师的冷眼让她自卑 为了考好 她找到了试卷的数题规律 所有题目 都是从课本的习题里选的 她居然把课本上的答案 都背了下来 考了六个一百分 老师怀疑她作弊 让她做一张 完全没学过的考卷 三毛当然做不出来 于是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用沾着墨水的毛笔 在三毛脸上 画了两个鸭蛋 还让她的走廊 走上一圈 多年后三毛回忆那一幕 毅然字字其写 我僵尸般地走了出去 走廊上的同学 先是惊叫 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 我在那一刹那间 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 以为好心的同学 托了我去洗脸 我冲脸时 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滴泪都没有掉 三毛一滴泪都没有掉 她的心却碎了 她开始抵数上学 时不时背着父母逃课 被强制送去上学时 甚至会在学校里昏倒 1955年 三毛休学了 她把自己一个人 灌在家里 终日被自我贬低 所笼罩 总是禁不住地想 父母千辛万苦 置身起这个家 兄弟姐妹们 都在外上学 成人成才 只有自己 白白浪费着家人的付出 自己 是不是一个废物 自己是不是 没有存在的价值 是不是所有人 都厌恶自己 她的内心 变得极其敏感 父亲回到家后 在家中的一声叹息 都会成为她心中的 一声炸雷 有一次 她一个人逃出家门 神志似乎已经不受控制 回忆的文字中 也有一种癫狂旗帜 不由自主地 在田野里狂奔 四周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 空无所有 我空无所有了 我张开手臂 向天空乱抓 我向前奔着 四周一片黑暗 那天晚上 最后是一个农人 在田野的小沟里 发现了她 把她送回了家 这其实 已经是精神分裂的症状 就像在浓烟中缺氧 在深海里泥水 所有绝望 一同涌来 1956年 父母为三毛 办理了退学手续 这让三毛感觉 自己彻底一无是处 种种压力综合之下 她崩溃了 13岁的她 拿起了刀 第一次 隔腕自杀 好在被及时发现 她几乎见到了死神 又返回了人间 决心之中 救了三毛的 还是写作 为了让女儿走出自闭 父亲陈思庆 想尽了办法 她开始自己教育三毛 每天黄昏坐在一把藤椅上 给她讲古文观止 也叫英文 至于小说 则随她自己去看 三毛对文字 具有惊人的感知力 她人生的第一本书 是在南京时读的 《三毛流浪记》 小学时就读了 鲁迅 巴金 郁达夫和冰心 十二岁迷上了《红冷梦》 之后又看了《射调英雄传》 战争与和平 复活 还有卡夫卡 惠特曼 和《青春龙之剑》 三毛如迹斯克 好像只有在阅读中 才能短暂地忘却自卑 获得片刻满足 这是一段 为冲破阴霾 而苦苦探索的艰难岁月 在一片黑暗中 读书抚慰了她 之后 她又发现自己对画画感兴趣 希望借由颜料表达自己 而最终发现天赋并不在此 在不断地探索中 她慢慢找到了 是写作 少年时就展露出来的 文字天赋 向她拯救 十九岁 三毛的处女作 霍 发表在了白仙勇主编的 现代文学上 三毛爱读这本杂志 更迷恋白仙勇的文字 结果新一期 现代文学 看到签字印刷的署名 陈平时 巨大的喜悦如同洪水 冲开了她闭锁的心房 第一次 她的努力 得到了肯定 她的孤苦 找到了寻显 在灰暗中 她走了太久太久 而如今 终于找到了一条救赎的路 就像一点微弱的小火星 与成片的该茅草相遇 在顺势刮来 一阵山峰 星星之火 终于燎原 后来 她陆续发表了一些 短篇小说和散文 这个自闭多年的女孩 对世界有太多话想想 她要写 要爱 要燃烧 要释放 于是 全部全部 灌进纸上 写作状三毛 内心封闭的山谷 猛然敞开了 她开始 想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在朋友的帮助下 三毛鼓起勇气 向中国文化学院 提交了入学申请 创始人张喜云决定 破格允许她 作为旁听生入学 进入大学 三毛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这是一段来得汹涌 去了也决绝的爱情 此时的三毛 年轻 浪漫 炙热 却依然非常缺乏安全感 还没毕业 就向男友提出要结婚 这当然被拒绝了 一气之下 她做了一个旁人 看来很突然的决定 不读了 去西班牙留学院 她自己办起了输国手续 并且对父母说 不输国可以 不是他疯 就是我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三毛身上有一种 极致的理想主意 如精灵般天真 又如烈火般炽热 正是这些 让她成为了后来的三毛 而最终 也将她灼赏 1967年 24岁的三毛 告别了父母 还摔这几百美元 开始了这次 遥远的流浪 西班牙 三毛精神的第二故乡 与闭色压抑的台湾相比 这里的人热情似火 浪漫时尚 首都马德里 则充满文化气息 三毛喜欢这里的音乐 艺术 街景 风情 而且这里 也是她的偶像 陛下所的故乡 她花了三个月 从零开始苦学西语 得以进入 马德里大学 哲学习学习 西班牙无拘无束的生活 几乎再造了三毛 让她成了一个 充满魅力的大女孩 也只是在这里 三毛 遇到了自己的 一生之爱 1967年 圣诞夜 还在读高三的男孩 何熙 赵列走出家门 按照风俗 零点的众生敲响后 邻居间 要互相祝贺圣诞 并和遇到的 第一个异性拥抱 何熙血跃地跑上楼 却忽然 撞见了一个正在下楼的中国女孩 她美丽 可爱 一头浓密的黑色长饭 她们腼腆地互相拥抱 一句简短的祝福 让她知道了女孩的名字 Echo 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女神 这个瞬间 何熙珍藏了一辈子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之后何熙 常在客宇来到三毛宿舍楼下 三毛每次下楼 都能看到这个小男孩 站在一棵大树下 手里捏着一顶 长戴的法国帽 紧张得好像要捏出水 她带她一起去城里卖旧货的海盗市场 从早上一直逛到下午 虽然最后也许只买了一根娘的羽毛 何熙的情感 敏感的三毛早有所觉 以前的何熙 还只是客宇来找她 而现在 为了见自己 她甚至夫妻翘课 有一次 三毛又被何熙叫下楼 她问何熙 为什么不去上课 男孩只是从口袋里 掏出十四块CB 说 我有十四块钱 正好购买两个人的入场券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但是 要走路去 因为已经没有车钱了 一个男孩愿意把自己的全部 分一半给她 三毛当然感动 但她也知道 对方和自己差了八岁 她想要的那份未来 自己给不了 她暗自打定主意 要找一天 要和她说明白 那一天很冷 他们逛了很久 坐在街上的长凳上休息 天下黑了 城市的灯光 细细点点地亮起 男孩鼓起一声 积攒的勇气 向这个异国的心上人 告白了 再等我六年 让我四年念大学 两年复兵役 六年以后 我们可以结婚了 我一生的想望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 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 然后 我去赚钱养活你 这是我一生 最幸福的梦想 这一次 她想把自己的后半生 分给艾恐 三毛突然有一种流泪的冲动 她克制住心中的惊喜和慌乱 狠着心对她说 你从今天起 不要来找我了 何希 你三十八岁 我比你大很多 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 在一个坡道上 三毛对何希说 我站在这里看你走 这是最后一次看你 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天很晚了 马德里罕见地下起了雪来 何希慢慢地跑起来 她是倒着跑的 虽然快要哭了 但还是挤出了鬼脸 一边挥舞着法国帽 一边高喊着 Echo再见 Echo再见 少年像是在黑毛毛的夜色 与矮矮的雪花里 只剩三毛在原地出身 多年后 她每次读红了梦 到宝玉书家那一幕时 何希会着帽子告别的画面 总会浮现眼前 常人若失的三毛 妈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并开始了马不停蹄的求学生涯 完成了马德里大学的学业 她申请到了西柏林自由大学 哲学系的学习机会 后来在各德语文学院 补习德语 得到了德文教师证书 又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分校 共读陶瓷专业 这些年 她半工半读 在西班牙当导游 在德国做香水模特 在美国当图书管理员 足迹遍布德国 波兰 捷克 丹麦等国家 宛如一刻 流浪的会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 1971年 三毛结束了第一次流浪之旅 回到台湾 她在母校 摸得了一份老师的职位 何其竟然生命中 一个擦肩而过的美丽意外 世界那么大 三毛 要走自己的路了 这个日子里 她遭到一个画家的骗婚 让她备受打击 但也以死为契机 找到了一个德国男友 她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生活似乎终于稳定下来了 但没想到 一个更残忍 更大的打击 很快袭来 婚礼前夕 未婚夫突然倒在了三毛怀里 医生的诊断 是心脏病 一些快得根本来不及适应 坏消息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一夜之间 未婚夫离世了 有如晴天霹雳 四别 给了三毛极其沉重的一击 几个月的时间 她像丢了灵魂一盆 不哭不闹 无悲无喜 让她吃就吃 让她睡就睡 仿佛变成了一具木偶 直到有一天 她吞下了一大把艾米药 送到医院时 她神度昏迷 气息微弱 距离死亡 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三毛的 第二死自杀 死神还是没有带走她 但虽生有死的心 让三毛不愿意 继续留在这片伤心地 1972年 在极度的痛苦中 她再次回到了 那片精神的故土 西班牙 在熟悉的温暖中 三毛疗愈破碎的心 这一天 她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说有事要商量 让三毛尽快赶到她家 但当她赶到时 却发现朋友们骗了她 他们让三毛在客厅披上眼睛 悄悄退出了 以为他们要搞恶作剧 吓唬自己 三毛一边闭着眼睛 一边低捧地握紧拳头 几秒钟的安静 一双有力的手 把她从身后抱了起来 惊讶中 三毛睁开眼睛 熟悉的英俊面孔出现了 只是少了熟悉的法国帽 多了梦匿的大胡子 是何熙 何熙长大了 我兴奋地尖叫起来 那天我正想穿着一条夜地长裙 她穿的是一件 早红色的套头毛衣 她揽着我兜圈子 长裙飞了起来 我尖叫着不停地捶打着她 又忍不住捧着她的脸 亲她 在那说要和何熙 有别的第六年 命运又将她 带到了她的身旁 如今的何熙真的如约读完了大学 服完了兵役 得知三毛回了西班牙 她非也是的来到了马德里 六年改变了很多东西 唯有她对这个女孩的爱 死生不患 至死不渝 一个下午 何熙邀请三毛来自己家 三毛发现 何熙房间里有一者面墙 填满了她的放大照片 他们因共同的亲友相识 离开西班牙后 三毛也传给这位亲友寄照片 何熙就悄悄把照片 带到照相馆复印 然后全部贴在自家的墙上 家人都说 何熙发神经病了 对着一个已经离开的人的照片发迟 满墙的照片发了黄 夕阳的暖红色 透过百叶窗 在照片上形成一道道光纹 何熙迁就地告诉她 自己没照顾好这些照片 三毛的眼泪流下来了 你是不是还想结婚 何熙呆住了 可晚上三毛又大哭起来 还是不要好了 不要了 这六年 她经历太多悲欢离合 每一次得到爱情 命运的大手 总会将她与爱分开 如今 她的心已经碎了 深爱的女子在面前哭泣 何熙再次鼓足勇气 碎的心 可以用胶水 把它粘起来 粘过后 还是有缝的 这边还有一颗 是黄金做的 把你那颗拿过来 我们交换一下吧 和何熙在一起不久 三毛又做出了一个任性的决定 她想去一千公里外的撒哈拉 从无意中在国家地理上 看到沙漠专题开始 三毛就对那个金黄色的事件 充满了向往 一个冬日里 两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 三毛告诉何熙 明天想去撒哈拉 何熙很苦恼 热爱大海的她 已经制定好了 殡仪结束后的旅行计划 她想借一艘船 在地中海上度过整个夏天 两人各执己见 对未来的畅想 以何熙的失望结束 三个月后 三毛收到一封 来自撒哈拉的信 何熙竟然一声不响地 跑去了非洲 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 林框公司 找了一份工作 租了房子 准备好了一切 她随时可以过去 深爱的男人 为自己放弃了梦想 感动 愧疚 混在在撒哈拉心中 她回心道 你实在不必为了 我去沙漠里受苦 况且我就是去了 大半时间 也会在各处旅行 无法常常见到你 何熙的回信非常简单 可三毛 就读了近十遍 我想得很清楚 要留住你在我身边 只有给你结婚 要不然 我的心 永远不能解决 这份痛楚的感觉 我们夏天结婚好了 1973年4月 一个清晨 当和三毛合作的 女孩们起床时 发现她的房间 已经空空如也 只留下 未付的租金和一封信 走了 结婚去也 珍重不再见 在西沙哈拉沙漠的 一个小镇爱佣 三毛与何熙 结婚了 他们是第一队 在沙漠法院办理 公正结婚的新人 当天 整个法院的工作人员 提早来了 老秘书穿来了 多尼压箱底的西装 年轻的法官 比新郎新娘还要紧张 为了让婚礼 各家热闹 他们醒来了 许多小镇上的居民 等在沙漠中 走了四十分钟的 三毛和何熙赶到时 发现大家都穿得很隆重 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 随意其恶 三毛 你愿意嫁给何熙吗 三毛太紧张 本该说是 她却回了个好 大家都笑了起来 没有鲜花 没有婚纱 婚礼是在一片嘻嘻嗨嗨 中结束的 何熙很难给她 十足意义上的富足 可只要有爱和包容 三毛就觉得 无比满足 后来 一段两人间的对话 为无数人晋晋乐道 何熙问三毛 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账符 三毛说 看得不顺眼的话 千万付我也不嫁 看得中意 亿万付我也嫁 如果跟我呢 那只要能吃得饱的钱就行 你吃得多吗 不得不多 以后我还可以少吃点 三毛爱读心理学 哲学类的书 何熙喜欢关于星空 大海的毒物 三毛热爱背上包 到沙漠深处探险 何熙则在深爱的大海中遨游 即使深沉相爱 两人也并不整日黏在一起 而是独性 各自是独立的 谁也不是谁的另一半 尽管兴趣爱好 并不完全相通 但灵魂却无比契合 最初 三毛只计划在撒哈拉停留半年 因为何熙在这里工作 他们在这里一住 就是三年 看惯了红火的太阳 和金黄的风沙 在这些辽阔无垠的 星海与沙海中 经历了无数 撒哈拉的故事 没钱吃饭 他们就一起去 沙漠反方向的海边捉鱼 在小镇上 三毛用维生素 止痛药和消炎膏 帮助其他巨民治病 相互济世 何熙则自己走进大漠深处 为喜欢石荒的三毛 捡了一副完整的骆驼头骨 狂风的呼啸 烈烈作响 将沙漠生活的酸甜苦辣 埋送在了大漠深处 三毛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他几乎十年没有动笔了 但如今心智所至 1974年 台湾的联合报 登出一篇名为 中国饭店的散文 作者不是陈品 也不是echo 而是三毛 这个在撒哈拉沙漠 生活的中国女子的故事 在无数读者心中 创造出了一个 具象的事与远方 也创造了巴黎年代 横小华语世界的三毛热 那些独一无二的经历 让他看起来 仿佛不是来自这个时代 他成了无数人的偶像 以前好像出席的顺利 宛如阳光打在沙漠上 看不出一丝阴影 但接下来的故事 并不如此 1976年 西撒哈拉局势动荡 战争的阴云下 他们不得不前往 大家那里立岛生活 为了交接工作 和寻找新的工作 两人变得聚少离多 这让三毛 隐隐地感觉到了不安 时常有一种 没来由的 对分别的恐惧 不久 三毛出了车祸 子宫流导致的出血 始终不遇 甚至在睡梦中 下神都会不知不觉地 留下很多血 还有一次 三毛和何希 去岛上的老戏院看电影 在回家的路上 他突然觉得心口痛到 不能动 这难道 是命运的一种暗示 是不是上帝 看自己过得太幸福 决定提早把他收走 三毛越来越紧张 他瞒着何希 偷偷去公正处 立下一份遗嘱 也越来越黏着何希不放 甚至连他没有准时到家 都会止不住地心慌 有一天 急性不安的三毛 突然对何希说 要是我死了 你一定答应我再去 找一个温柔些的女孩子 何希一听就急了 要是你死了 我一把火把架烧掉 然后上船 去飘到老死 1979年 这心慌 终于被一件开心事 冲淡了 三毛的父母决定来 搭建那里岛度假一个月 顺带来看望他们 何希是第一次见 三毛的父母 在机场接到三毛一家时 紧张地除了爸爸和妈妈外 什么都讲不出来了 只能用宽阔的臂膀 把三人还在一起 紧紧抱住 从与三毛结婚到今天 他已经期待了 这场小团聚 六年 两人陪着父母 尽心地玩了一个月 何希每天骑着摩托车 带着岳父在岛上风玩 不出门 就在下下相机 父母很喜欢何希这个女婿 一家人计划 明年就让三毛 带着何希回台湾一趟 九月三毛陪父母起程 去欧洲的其他国家游玩 何希则要返回拉巴马岛工作 在机场告别时 何希目送着三人上了飞机 又跑了一处 可以看到他们的空地上 和三毛挥手 一切都很好 他们连后面的计划 都安排好了 与何希远远的告别时 三毛心里满是甜蜜 两天后 深夜一点钟 伦敦 一个英国太太 突然笑响了三毛的门 她吞吞吐吐地想说些什么 三毛心中的满足 突然如潮水般褪去了 不安 恐惧 慌乱 如乙群般 爬上她的全身 她盯着对方的眼睛 连续问了三次 你是不是来告诉我 何希死了 太太的回谈 无奈而无力 他们正在找 何希的尸体 何希是在和朋友们 下班后的海滩野餐时 溺亡的 她熟练地潜入海里 作为专业的潜水师 往常她总能带回很多海鲜 然而这一次 大家等了很久 何希还是没有回来 感到不妙的朋友们 开始喊人 一遍又一遍地 潜入海底寻找 一直到半夜 她的尸体被打捞了上来 这一天 是1979年 9月30号 赶回拉巴马岛时 何希的遗体 被静静地暗示在 墓园旁的小屋子里 三毛和她以前 常来这里散步 她拦住了所有亲友 独自陪着丈夫 度过了最后一晚 拉着她的手 安慰 鼓励 低声难难 一如万年前的初夜 何希死了 那个用自己的半生 去爱她的人 不再了 其后是同时 她灵魂中属于 艾口那部分 消失了 我坐在那个地方 突然发觉 我原来 已经没有家了 下葬时 三毛续绝了找工人帮忙 亲手将钉子一颗颗 钉进丈夫的灌墓里 一旁旁的黄兔 慢慢盖买灌墓 于是成了坟 她扑在坟上 哭了又哭 离开 折返 又离开 又折返 想永远留在爱人身边 再也不离开 朋友们只能把她 带回小公寓里 请医生给她 注射针进去 即使如此 她依然睁睁眼睛 不停地喊着 何希回来 何希回来 至爱的离开 带走了 三毛所有的情感 为丈夫办完身后事以后 她跟着父母 回到了台湾 虽然她的声明 已经席卷全道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请求 和尚和签名 是坐下生涯的最巅峰 但只有家人 和朋友们的感受到 那沉默 而无法阻挡的 死亡气息 重新在她的身上出现 她很认真地 对父母说 如果选择了自己 结束生命的这条路 你们也要想得明白 因为在我 那将是一个 更幸福的贵宿 父亲几乎失去 控制地对她说 如果你敢做出 这样毁灭 自己的生命的事情 那么你便是我的仇人 我不但轻生 要与你为仇 我世世代代 都要与你为仇 因为是你 杀死了我 最最心爱的女儿 好友琼瑶 找她彻夜长谈 七个小时的谈话 两人都谈得筋疲力尽 只有一个主题 不要自杀 最后 三毛终于答应了 大家选择的心 松了下来 虽然答应了 不再自杀 但此后 三毛的笔调 不再鲜活有力 而是充满了悲伤和怀念 夜来了 我拉上窗帘 将自己锁在屋内 是安全的 菩萨出去看黑夜里 满天的繁星了 因为我知道 在任何一个星座上 都找不到 我心里呼啸的名字 连人生 也变得走马惯化 在台湾没有待多久 她再次回到大家那里岛 在与何夕 一起生活的房子里 独自双聚了一年 反复取决着 与何夕 相识的十二年 后来 她将那都充满了 回忆的老屋 以半价 卖给了一对 刚结婚的父亲 西班牙 这边前世的故土 终究与她失去了 精神上的联系 1981年 她接受了出版社的邀请 去中南美洲旅游 本想接着旅游散心 可没有了爱人的旅行 不过是一种煎熬 为了交代出版社 而完成的 《万水千山走遍》里 带着薛阳 胶着 和心不在焉 作为偶像三毛的生活 给她带来了 沉重的负担 有文学批评家指出 她的作品浅薄 庸俗 有的人认为 何希是编出来的 她的文字 全是在撒谎 而还有另一群人 利用她对读者的 完全真诚 自我剖白 制造污名和谣言 这让她疲惫 孤独 甚至一度 连三毛 也不想做了 她想通过工作的忙碌 麻痹自己 那段时间 她接受了母校的邀约 在中文系 叫小说创作 和散文习作 另外 她每个月要写 三个固定专栏 同时面对着 三本书的写作 和一本书的翻译 还在和唱片公司的歌手 一起制作唱片 回复大量的读者来信 还有排不完的演讲 和访问 每个月要充公 看完50本以上的书 清晨7点半入睡 早上11点多起床 是生活的常态 在社会大众看来 三毛积极 谦和 很好的履行着 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 少有人知道 三毛不过是一副 对外强大情神的曲强 魅力的echo 早已随着河系 玛丽安 葛罗的死去 一同停止了呼吸 三毛不断透支 着自己的身体 这让父母极为心痛 1985年的新年 三毛得了流感 日日夜夜咳个不停 但还是透支病体 要去演讲 担忧的父亲 终于压抑不住 朝他怒吼 已经是第74场了 送命要送在第几场 但三毛不肯停下 也不能停下 只要稍微停下多下 悲伤便如影随形 第一次 永远在追寻自我的他 在痛苦与盲目之中 选择了后者 不久后 三毛的一位挚友 罹患脑癌住院 母亲也被发现 患了乳腺癌 两个生命中的 重要人物 同时生病 让三毛的生活 彻底失衡 他白天被拨于 两家医院之间 晚上则拼命 起初时间写作 就连原本的 四个小时睡眠 也大多被他 用来独占爱理 这样几乎没有休息的生活 持续了三个月 他的身体极度虚弱 时常生病 而且经常昏倒 尿血 记忆也开始出现问题 常常忘记 自己给朋友打过电话 家里的植物 也不知何时挪动了位置 我会开车出去 忘了车 自己叫车回家 过一下再想 车子找不到了 我热菜 忘了 烧了两小时 邻居拼命叫汗 整个家中 都是浓烟 终于 他被送进了 脑神经内科治疗 彼时 三毛热席绝两岸三地 无数读者为他的文字 痴迷疯狂 寄出上万封信给他 表达自己的喜爱 他们爱河西 捡给三毛的骆驼头骨 爱他们在海盗集市 买的那根羽毛 为生他夜的出狱 感动不已 却殊不知 这些最美丽浪漫的回忆 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将三毛 逼入极端的痛苦 与绝望 那是三毛 生命的最后几年 对世界的失望 像一团物 将他的整个世界 包裹住 似乎是对自己的结局 冥冥中有所预感 在一片灰色中 他开始 按部就班地 完成各种事 他的笔 开始变得平静 又无可奈何 在散文集 送你一瓶玛丽 他且小时候不争气 后来却又有 情有义的大弟弟 写梦想到运动员 却顺从家里 做了律师的父亲 写学生时代 山上篮球和写作 婚后却放下一切 操持家庭的母亲 流浪的故事少了 反而像是在努力 将以前未能讲述的人 未能写下的事 做一个不完 1989年春天 他开启了大陆之行 回了一趟浙江州山 寻根 祭祖 捧起一把祖父坟头的土 也喝下了一口 祖父老宅的情水 也去了上海 拜访漫画家张乐平 《三毛流浪记》 是三毛读的第一本书 也是三毛笔名的由来 他自称是张乐平 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 然在返台后的七院 本来他要照顾患癌的母亲 自己却从阁楼上摔下来 又得脚踝韧带断裂 痛得四心裂肺 九月 他又从楼梯上摔下来 这一次 摔断了四根肋骨 断裂的碎骨 插进肺膜 丧失了左肺 他当场昏死过去 醒来时 发现已在医院 之后因为剧痛 又会迷数十次 等身体稍稍好传后 他又开始了一趟大陆之行 在敦煌 他留下了自己的衣冠种 在西藏布达拉 逛前的草地上 留下了纪念照 也在成都 结识了摄影师萧全 拍下了许多 如今流传的照片 如果说以上 冥冥中宛如一场庄严 而隆重的告别 那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 三毛还以奋力一搏的姿态 做了两件 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事 而这两件事的结果 都让他备受打击 一是他1989年 开始创作的电影剧本 《滚滚红尘》 这是他最后一部 全力以赴的作品 他投入了自己半生的感情 在南海中演绎了无数次 才敢落笔 对电影的拍摄 也是心理轻微 每天要在拍摄现场 工作16个小时 电影很成功 最终摘取金马奖八项大奖 而轻轻戏削的三毛 却与最佳原作剧本 实至交臂 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 电影成功 同时朋友们纷纷获想 这些当然都很开心 但明明大家表现都很好 唯独自己没有被认可 这件事 双三毛童年时 总是自我否定的心魔 好像又重新俯身 这是起一 另一件事 是他鼓起极大的勇气 爱上了大他整整30岁的 西部歌王王洛宾 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 更为彻底 小王是听好友 讲起王洛宾的故事 这个老人立即磨难 曾有过19年的牢狱生活 一个人在新疆收集民歌 晚年亲族去世后 他每天黄昏都坐在门前看夕阳 天黑了 就给爱琪弹一首曲子 听着故事 三毛流泪了 他想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 在新疆 两人相见很晚 他们互相唱起自己的歌 听王洛宾唱到 孤粉上铺满了丁香 我的胡须 铺满了胸膛 三毛泪流满面 他很多年 没有如此感动过了 然而 面对两人巨大的年龄差距 种种的世俗眼光 以及现实条件 对三毛抛出炽热汹涌的心感 年纪八旬的王洛宾 迟疑了 最终 三毛意识到 这个老人 或许无法成为他感情的寄托 失望的他收拾行李 一路辗转 狼狈地回到台湾 曾有波兰的心 归于死机 事业 爱情 双双遇到打击 在三毛给友人的书信集中 我们可以评授出 他的身体 也越来越差了 1990年 八月 三毛在北京输差时 就虚脱了三次 比去年严重 历节冷 就不会再动 九月在新疆时 他曾休克过去 最后连上洗手间都起不来 十一月初 他在一封信的开头表示 自己有不明性的发烧 然后又补充 我无事尖开医生 倒了一次点滴之外 没有躺下来过 快要死了 整个十二院 他两度入院 身体虚脱 就像看着一个沙漏 就要漏进最后一粒沙子 或是感觉有一团阴云 始终在背后 转着自己 身体上 三毛陷入极度老泪 时尚虚脱 休克 尿血 在心中 他已表现得越来越胶着 缺氧 漫天的乌云 越压越低 终于 时间来到 1991年 1月2号 三毛已经数不清 是第几次住进 台湾荣民总医院 在去医院前 他忽然珍重地送给母亲 一些欲雕和生日卡片 母亲觉得奇怪 问生日不是下个月吗 三毛淡淡地说 他晚了 就来不及了 也是在这一天 他以潦草的字迹 写下了人生中 最后一封信 寄给在大陆的表书 泥竹青 这一次 他的信中 已经弥漫出 一种窒息感 我非常累 写不动信 一周受益共惊 好内 胸 子宫内 都与阿姨查出来了 为了不让父母伤心 他特意请求表书 不要告知他父母 在信封背面 他这样写道 无法工作了 真想大哭出来 两天后 1991年1月4号 5月10分 他给好友随浩平 打了两通电话 小熊 如果你回台湾了 我是小姑 你如果回台湾了 替你打病院 如果回来 和小兄弟在家 我跟你说 我是三毛 如果你明天在台北 替你打医院 再见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 最后的声音 但这两栋电话 都无人接听 零下两点左右 A072号病房 穿着睡衣的三毛 下了床 走向了病房的卫生间 他手上拿了一条 尼龙丝袜 进去后 将丝袜绑在了 挂树叶瓶的支架上 接着套住了自己的脖子 之后 就再也没有 从卫生间里 走出来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早晨七点左右 天亮了 三毛的遗体 被清洁工发现 其实 那个挂树叶瓶的支架 并不高 而且卫生间的两臂 都装有福寿 只要他稍有一点点 求生的意愿 都可以抓住福寿 自救 可是 他趋一一决 三毛走了 留下的是一个谜团 他自杀的原因 始终没有定论 失去治癌后的 长期抑郁 分离追求的爱情无果 事业上的打击 越来越严重的疾病 或许 都是他弃绝人世的原因 我们不是三毛 也就永远无法知向 在那一刻 他到底想了些什么 只知道在那个 凌晨两点的夜里 巨大的黑暗 铺天盖地般笼罩了他 让他不惜 以结束自己的放逝 和红尘中的种种 同归于己 听完三毛离世 网络便非常被痛 一杯接一杯的痛以烈酒 写下了等待 你曾在橄榄树下 等待又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 徘徊再徘徊 三毛的志祭 隋浩平 用了二十年 种走了无数三毛 曾经走过的地方 他毛三毛 在那些地方的旧友 他将这些旅行的故事 集结出版 向事件证明 他所经历的一切 都曾真实地发生过 他真的曾如此热烈 如此浪漫地活过 此后的几十年里 也有无数的读者 踏上旅途 去他曾生活过的地方 缅怀他 文字和记忆的力量 比想象的更加强大 将每一朵画的热烈盛开 定格为永恒 三毛医生暗书 无论搬下几趟都要带走 而中期医生 他最爱的 则是《红冷梦》 这本书 他从十二岁开始读 一直读到了生命的终点 许多年后 他特意开了一门 《红冷梦》的课》 对学生说 如果自己死了 大家不要烧纸 烧一本《红冷梦》 底线 三毛的一生 和《红冷梦》 有某种程度的呼应 他创造了圣诞 而又美伦美奂的 撒哈拉故事 而后命运 以决绝又残酷的态势 将这一切毁掉 他为爱痴狂 又为爱心碎 仿佛和宝玉一样 背负了人间所有的情 而最大的呼应 就是他的一生 真的就像一场梦 他是以燃烧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人生的 不管是对爱情 对旅行 还是对美和艺术的追寻 都以一种极度热烈的 冲锋姿态 飞蛾扑火 如果把他的一生 描绘成一个场景 首先是在沙漠里 头顶上是幽蓝的深空 有一大醋 烧得琵琶爆裂的干柴 他是那团火 如果把他的一生 描绘成词语 他是浪漫主义 在尘世的化身 是理想主义 在人间的实体 精灵不死 所以他或许没有死 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 继续流浪 或者变成了农夫 就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 每个人心里 一亩一亩甜 每个人心里 一个一个梦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 种礼 种春风 故事还是得从我的少年时候说起 于是我走了 走到沙漠里头去 大概是去寻找一种前世的乡愁吧 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 总是听见晚上的风 那时候我总以为 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常常我跟自己说 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 说远方是你这一生 但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 我的自由终于 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大下放音室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 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 by bwd6